屬馬的生肖在2017年有很好的消息 今年屬馬生肖在財運、事業、感情方面都有很好的進展 除了之外,屬馬也有得到很多常識甚至貴人的輔助 屬馬今年都會覺得自己魅力方面特別散發得十足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年份,要把握機會 今年屬馬生肖中,來臨了天德和福星兩個吉星 這兩位吉星代表前財方面的財源廣盡 所以記得屬馬的朋友在財源機會方面就要好好把握機會 除了之外,也有存在捲蝕性 捲蝕是代表自己口蝕方面會比較旺盛 自己爭拯方面,辯駁也會幫助自己辯駁得好些 但負面方面就很容易得罪人 所以記得屬馬的朋友來講 今年千萬和從口足、便從口入 所以什麼都好想清楚 先前好說,千萬不要因為直長直吐的心態 說了一跌會得罪人 幸好屬馬的朋友今年存在了一顆桃花星 這顆桃花星起碼將自己的人緣提升 至少人們在自己來說都會比較喜歡自己 和會比較喜歡自己 這件事已經將自己的口蝕那方面將它減低了 除了之外,桃花也是代表人緣黃盛的話 如果大家尤其是工作在前線工作 見人做銷售、銷售方面都是一顆好星 大家如果是屬馬的朋友來說是單身的 也是好消息 因為桃花星來說,即是今年入面 你遇到零一半的機會率都會比較高 既然屬馬的朋友都知道 今年是行桃花雲的 知不知道其實在身體意願方面 可以幫助自己找到理想伴侶的機會去提升 你知不知道其實在溝通方面 有93%來說是不需要辭職的 也在55%佔了在身體意願或肢體意願方面 今天就幫大家分享一下 在身體意願方面 如何吸引另一半 或者如何散發自己的訊息 讓他能夠收到 如果是男士的話就謹記了 每一次如果你遇到一些人 自己是有興趣的話 對女士記得接觸的眼神接觸是很重要的 記得每一次要把自己的眼神 看著一個人 千萬不要害羞地看開其他一邊 除了之外 就要確保自己的姿態方面 是一個強大或者陽性的姿態 屬於什麼呢 就把自己的肩膀放開 坐著的話 就坐著的時候 把自己的腳的部分 向著這位女士的方向 如果對方是懂得看身體意願的話 就會很快抓得到其實你對她是有意思的 男士如果大家是站著的話 就把自己的手放在自己的褲袋裡 但手指公要擺出來的 除了之外 如果女士那方面應該怎樣做呢 女士記得了 我們最吸引的部分 就是屬於屬陰在自己的身體圓方面 頸部和手腕方面都是屬於屬陰的 每一次如果你覺得對一個人有興趣的話 就把自己的頸部 側著四十五方位的角度 就讓這個人展示出來給她看 很多時候自己是自拍慣的人 都會覺得很自然地擺出這個角度出來 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 在2017年大家的八字榴槤詳細運程 甚至是風水擺設那方面的提示的話 記得在1月14日 吉林波Bentley Music School 我有一個詳細的講座 最好大家可以到時見 請她說 請請請問 請便宜 記得按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